我門不會忘記李莫楊 徹底追查被自殺 是傷莫失明 耳朵失衝殘著 但是仍然是逃過重重的阻撓 偽然接受香港有線電視的採訪 此言為了追求平反六四和中國的民主 道士坎頭也不回頭 我們大家看了之後很感動 不過就在六四過之後兩天 李莫楊先生是被自殺 死不冥目 我們要求中共和湖南省的省委書記 去追查這件事 得到的結果是迅速火化 李莫楊先生生前要見人 死後都不能見事 在六周年 他被自殺六周年 我們很慶幸 終於他的妹妹李旺齡 是衝破種重重重險了 說了一番勉勵香港人的說話 我們在這裏 不需要像朱如夫先生那樣 因為為一位好友 就名冤 而受到百般的迫害 所以我們更加有百分之四百的責任 是為李旺陽先生 名冤 李旺陽無罪 李旺陽無罪 勘望李旺陽 勘望李旺陽 李旺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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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읽碰 響